所以我建議是平常啦 平常可以在所謂的中管穴這邊 中管穴是我們在我們的漸突 跟我們的肚臍中間 正中央的位子 叫中管 那它對應到我們體內 剛好就是我們的食道的 噴門那個位子 所以那個神經節 它其實通到我們的大腦 所以跟老師說 這個腸胃是第二個大腦 是這個意思 按起來的話 差不多是肋骨的下面一點是不是 對 肋骨的下面一點 會在我們的漸突 跟我們肚臍中間 帶在這個位子 所以你如果會有胃脹氣 胃潰瘍 或者是有的時候 什麼上腹凸的人 你按這邊也會覺得很痠痛 是正常的 那很簡單 像有時候有這個暖暖包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貼附在這個附近 那第二個介紹的穴道就是內關穴 它在我們的晚橫紋下三指的位子 如果我們把手用力的時候 會出現兩條筋 對 兩條筋的中點的這個位子 就是所謂的內關穴 對 那我們通常 找到這個位子 就是知道它是在正中央 按摩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就互敲 互敲 就非常的簡單 因為所有腸胃的穴道 都是希望能夠啟動你的 自律神經 讓它放鬆 促進我們的胃酸分泌 開始做進食的動作 所以你很緊張的時候 你根本會忘記吃東西 或食不知味 對 所以你在很緊張 你可以剛剛先擠個掌 然後按摩一下我們的肚子 然後再敲一下我們的手臂 你會覺得好像比較放鬆 就可以開始吃東西了